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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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把你带到今天这一步了 我怎么能撒下你不管呢 我 我怎么能忘掉这一切呢 彩辰 现在的情况和以前不同了 有什么不同 鬼老已经帮我报了仇 他帮你报了仇 我亲眼看见了我仇人的鬼魂 而且杀死我父亲的那个蒙面仇人也找到了 这事儿 这事儿只有掌管阴间秘密的勘察司指导 可是要从他那里探听消息 一般往往都是有去无回 老了他为了帮我报仇 直身犯险 失去了许多功力 所以我欠他的情 在你和他之间 我宁愿欠你的 也不愿意欠他的 那你以后 就打算过这种日子了 不这样的话 我就无法报答他 报答他 为了报答他 你就不惜帮他去害人吗 反正我已经是这样了 我尽量不去害好人就是了 小倩 你怎么不明白呢 总之都是害人呢 宁采臣 这关你什么事 我现在就告诉你实话 我对你已经没兴趣了 我从一开始就是在骗你的 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 现在我开始讨厌你了 你快走啊 你走啊 你快点给我走 你走 你快走啊 不小倩 小倩 你不用拿话记我 我今天是铁了心了 你不走我绝对不会走 让回老男好了 你不要再逼我了 你快走 我管不了这么多 小倩 你跟我走吧 走 小倩 老老 你别着急 他刚才是一时糊涂 我已经劝过他了 他答应马上就走 蔡臣 快走啊 走啊 老鬼 我告诉你 多行不义 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我劝你还是放小倩一条生路 也给你自己留一条后路 蔡臣 小倩 你听见了吗 蔡臣 你死了这份心吧 我是不会跟你走的 你快走 快走啊 老鬼 你别忘了 这世上有人能治得了你 你要再执迷不悟的话 你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快走 行命的 我对你 已经够客气的了 我看在小倩的面子上 你要是再不走 我可就受下无情了 快走 老鬼 你何必这么假惺惺的 你什么时候对我客气过 你要真像你表白的那样 对小倩好 你就放过他 别说了 小倩走不走是他自己的事 关你什么事 你快走 快走啊 小倩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他所谓替你报仇 不过是想利用你 帮他害人 我看你是找死 姥姥 姥姥我求求你 求求你放过他 求求你敢在我的面子上 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我求求你了 姥姥 起来 我已经给过你面子了 是他不自量力 一再逼我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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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可是他毕竟对我好过 你要是现在杀了他 你让我怎么对得起他 我求求你了 姥姥 糊涂 我不杀了他 你永远不得安宁 不 你要是杀了他 你 就把我一块毁了 否则 你就别怪我 我就是凭着手法 你不会再帮你害人 小倩 小倩 你太过分了 姥姥 我求求你了 放过他吧 姥姥 我求求你 姥姥 你财臣 你走吧 我不杀你 可是你要记住 不许再来找小倩 不 老鬼你听着 今天你不让小倩走的话 我绝不会走 你在这 你好糊涂 你是不是让我也给你跪下 好 我现在 我现在就给你跪下 小倩 小倩 不是我糊涂 而是你糊涂 我今天本来想拼着一死 也要把你从鬼脑子夺回来 小倩 我既然不能说服你 那么 我今天要告诉你 我宁可让你后奔 我也绝不让再踏入这万劫不复的地狱 老鬼 你来吧 来杀我 来啊 姥姥 姥姥 快走 快 杀杀快 杀杀快走 杀杀 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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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给足你了 你还想怎么样 姥姥 我求求你不要杀她 姥姥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 她正是因为有你这样一个法宝 才肆服忌惮 搞这种苦肉计 你不要再上她的当了 老鬼 要杀就杀 哪那么多废话 好 有种 你这样的书生我还是头一回见 我看你嘴硬到什么时候 我 蔡臣 蔡臣 老鬼 老鬼 别把我怕你吧 有本事你今天是杀了我 你要怎么来杀我呀 我告诉你 咱们有一天会有人来找你报仇 你来呀 你来 蔡臣 你来呀 蔡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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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倩 看在我为你死的份上 答应我 离开这个老鬼 去投胎 去投胎 重新做人 老鬼 你来吧 蔡臣 去死吧 燕大哥 叶兄 你们都找死 燕大哥 求你不要杀他 为什么 他跟我一样都是被鬼佬所逼 救救救你放过他吧 放了他 你看他把我兄弟害得那样 燕兄 你就放了他吧 蔡臣 蔡臣 一起来 我要为他疗伤 好 燕大哥 他不要紧吧 没事 我怨不下这口气 等我养好伤 我要加紧练功 等我练成了生死轮回魔功 我要让他也尝尝 这个痛苦的滋味 燕兄 你每次都像是神兵天将 嗨 兄弟 我教你这么个朋友 真是累人啊 怎么 后悔了 可不 后悔了 晚了 来不及了 对了 燕兄 你怎么知道 我会在这呢 这是洛儿告诉我的 你还别说 洛儿那孩子真聪明 他知道这事以后 跑着回去告诉你娘 你娘赶紧就让他跑来找我 我这不就来了吗 我要是晚来一步的话 哎 兄弟 我估计 你就跟小倩 那你娘可就惨了 好了 天也不早了 早点歇着吧 我也得回去休息了 好 小倩 师叔 师叔 呦 吕少爷来了 管家 我师叔呢 老爷在衙门里办公呢 派人去把老爷找回来 说我有急事找他 好的 警察 哎 哎 少爷 你看 这还没到呢 就停这吧 下来 来 帮我把精条绑上 来 快点 下来 为什么呀 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少废话 是 少爷 一会儿啊 你把车赶到林子里 把马脚子带上 别让他出事 哎 走吧 走 走 走 这儿 是我 于梓凯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从泰安 找你到这儿 等一下 请进吧 蔡琛 我对不起你 你这是干什么 我知道 我卑鄙无耻 对不起你 我这人一向很清高 可是在泰安 我只敬佩你的风度 我不能失去你这个朋友 你不要这样了 来 请 你不原谅我 我不起来 我们曾经是好朋友 只要你改过前飞 我怎么都会高兴呢 真的 不 我不起来 怎么了 我不是已经原谅你了吗 蔡琛 有句话 我实在说不出口 什么话 我实在没有办法 如果你不帮助我的话 我就完了 有什么事情 这么严重 你说出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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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好开口呢 你刚刚原谅了我 没关系 只要我能做到的 我当尽力 好 蔡琛 你 你知道 换娘 你也知道 我很喜欢她 对 我们本来 已经很要好 可是现在 我 我就要失去她 我 我要是真的失去她 我 我真不知道 自己会怎么样 有什么事情 有这么严重 不瞒你说 我们两个 已经私定了终身 而且 而且已经暗中 做了夫妻 可是现在 燕齿霞 把我剽弃你文章的事 告诉了她 她就 这切不说 前两天 她在家里 后花园投水 寻短见 要不是家人发现 她就 现在 现在家人 天天派人看着她 我也无法向她解释 所以 我只有 求你对她说 可是 可是我知道 这是强一所难 我真的不该 开这个口 财政 对不起 反正这事 都是我活该 让我自食恶果好了 怎么还不出位呀 怎么还不出位呀 还是别多管闲事了 我 我什么 都没看见 罢了罢了 就让我自作自受吧 等一等 财政 你不必为难了 我对你有罪 你就不用管我了 自恺 好吧 我去帮你 跟患娘说说吧 蔡臣 我 什么也别说了 患娘在什么地方 在她家里 天黑之前 我悄悄带你进去 好吧 咱们快去吧 你呀 在门口等我 我马上就来 你还有什么事啊 我 我换一下衣服 好 那我在门口等你 嗯 我 我殺 殺 殺 大侠饶命 打不过就喊饶命 你觉得世上有这么便宜的事吗 大侠大人大义 我们也是被人雇过来的 那你告诉我 是谁雇你来的 小人不敢说 大人想想自己有什么仇人就知道了 我算就死 靠我说 是启南智府 王华城叫我们来的 大侠干脆把他杀了 千万不要他知道是我们说的 不然我们哥几个就得到别处混去了 蔡臣 咱们不好直接去换娘房间 你先在这等一会 我去想办法 把他带过来 好不好 好 对了 蔡臣 我怕让你等急了 他不跟我说话 要费点时间 行 你去吧 我等一下就是 好 我去了 来了 来了 已经带到湖心亭去了 很好 其他的 全都安排好了吗 一切都准备好了 艳势下会来吗 他肯定会来的 王华城 你的死期到了 列兄 财神 你怎么在这 是驴子凯叫我过来的 坏了 我们上套了 驴子凯 王八蛋 燕之侠 你没想到吗 你整天的想杀我 今天你就死在我的手里 王化成 你身为朝廷命官 竟敢随便杀人你 明明是你们 身孽私闯关宅 意图爱杀我 我这是正当防卫 背地小人 后悔了吧 到阴间寒冤去吧 没关系 王八成 我就是做了鬼 也饶不了你 你在这有功夫 到了阴间 你也不过是小鬼一个 我一贴符咒 你就没办法了 我怕你 吕自凯 你太恶毒了 令财臣 你也太愚蠢了 记住 下次别这么轻信于人 不过你这个下次 要等到下辈子了 娘子 死在这两个卑鄙小人手里 真才娘子不值 好兄弟 我没有想到 咱们俩能死在一起 黄泉道场不寂寞 他狗娘养蛋 咱们死也死伏个气感 对 死 咱们也要骂他 勾血临头 对 王化成 驴子海 你狗娘养蛋 老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给我放箭 这怎么回事 这怎么回事 小心 鬼 放箭 快给我放箭的 小心 燕大哥 快放箭 快快放箭 走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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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叶兄 慢点 哎呀 要紧吗 没事 就是 流了一点血 哎呦 哎呦 晏兄 你得伤 没事 我自己调戏一下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今天怎么会去王化城那儿呢 你忘了 你走的时候给我留了个字条 我差点忘了 我听你说过 李自恺这个人不好 所以我怕你们出事 就过去看看 幸亏你及时赶到 不然的话我和燕兄就 你不要说不吉利的话 对了 燕兄和王化城 是不是有什么过节 这过节就大了 王化城 是燕兄师父的仇人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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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就是那个 叫聂小倩的女鬼 是吗 他 我天哪 我说了 人 人怎么会有这种功夫呢 哎呦 好啊 这硬财臣 搞鬼也搞出名堂来了 诶 师叔 这下你可惨了 怎么了 他随时会来找你 会要你的命啊 我 好 我明天就找道士来做法 我要提符招 提符招 提符招 这倒行 哎 不过艳齿霞怎么办呢 咱们这次可是彻底把他得罪了 他随时都会来找你 不会放过你的 你可怎么办呢 你 你不是也一样吗 哦 我 自保倒是没问题 我跟他交过手 虽然 站不了上风 可是他也奈何不了我 哎呦 自看啊 你说 咱俩现在是 一根绳绳蚂蚱 你可别吓唬我了 啊 你 你快想个办法呀 哎 你是我的启蒙老师 应该比我有办法 自看 你 哎 哎 对呀 我手上有的是官兵啊 我怕什么呀 官兵 就像今天晚上这样 搞个突然袭击 不行 他们已经有了防备 嘿 师叔 你的这些办法 恐怕就不灵了 哎呦 紫凯啊 你想看我的乐呢 哎呀 怎么会呢 我怎么会看你笑话呢 哪有姑爷 看着老丈人有难不管的 哦 对了 我现在 还是不是你的姑爷呀 是 是 怎么不是呢 啊 这就好办了 叶兄 你怎么也会上他们的当 王化成这个畜生 雇了三个刺客来杀我 我当时 把那三个人打伤 逼问他们 他们告诉我说 是王化成雇他们来的 当时 我也觉得有一些奇怪 干脆 今晚我就 把王化成杀了 哎 不行 小剑 燕兄 你没事吧 没事 经过今天晚上的事 他们肯定会有防备的 那怎么办 他们还会害你们的 这样好不好 我们马上赶回泰安 你呢 好好养伤 等伤好了之后 咱们再回来跟他理论 好 好 正好 回去以后 先安排安排你们的事 别忘了 你们家对他可是 昨天晚上 你们商量出个结果没有 今后怎么办 他随我的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我想人活着 有些事情是应该做的 就像我必须取良工一样 有些事情是想做的 比如我跟小倩的缘分 他喜欢我 我也喜欢他 总不能因为他是鬼 我就嫌弃他吧 你说的对 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 你一向是个有主意的人 燕兄 你怎么能让我对老母亲 也是什么诡计吧 那是不可能的 可怜天下父母心 其实父母 都希望自己的子女 平平安安 就想要我 也想要我 有个大厦 也想要我 当你 所以我 都说 然后 可以 我 或者 不成功 就 我 不知道 云 我想 就 最后 你 伯母 您好 快请坐 伯母 您这是 还不是因为老担心公子 对你身体不好 没事 快请坐 成儿怎么没有回来 他怎么样 伯母 您放心吧 菜山黯然无恙 老太太 我说吧 有艳大侠在 公子肯定没事 这真是 多谢艳大侠 伯母 其实说来惭愧啊 我这次能回来 其实 是托彩辰的福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伯母要是不想我唠叨的话 那么 我就给您讲讲 我和彩辰在外面的事 你说 你快说 当时 一百多只剑 一起向我们射过来 眼看我和彩辰 就没命了 这个时候 多亏了小倩 及时赶到 把那些剑挡了回去 带着我们 冲冲了包围 哎呀 太惊险了 真是好惊险 怎么说 她是个好鬼了 没错 其实啊 她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孩子 可是 不管怎么说 她毕竟是个鬼呀 人和鬼总不是事啊 为此 蔡神 她也很痛苦 她说 她要去梁宫 这是她这辈子 必须要做的事 否则的话 她就对不起 斩家对她的恩情 伯母 但是小倩的情况 也确实特殊啊 不能因为她是鬼 咱们就歧视她 就像不能因为 这个人贫穷 咱们就歧视她 这是一个道理 可是 这人跟鬼 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可是伯母 你想过没有 彩辰 她既然是个人 她就有七情六欲 何况 彩辰还是个 有情意的人 让她违心地 娶一个 她不喜欢的人 而且又是一个 我觉得 就已经够为难她的了 难道 还不允许 她有自己的感情寄托吗 伯母 其实这个世界上 有几个有钱的 不是三妻四妾 难道采臣 喜欢一个有情 有义的鬼女 就是大逆不道了吗 伯母 我觉得 作为一个人 只有有情有义 才算得上一个真正的人 无论是对人 还是对鬼 其实都是一样的 任大侠 你别说了 你别说了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这样好不好 他们毕竟人鬼殊途 说别的也不现实 就让他们彼此 认个兄妹吧 好 好 也好 那 赶明儿 我让他来给您请安 嫂子 嫂子 你就别犹豫了 其实只要不害人 多个女儿 也没什么不好嘛 他战书 伯母 战局人早就来了 你早就来了 是啊 实在不好意思啊 刚才燕大侠说的话 我已经都听到了 既然你已经听到了 你说 这算怎么回事啊 嫂子 财臣是命运多结 其实也不是什么怪事 也许是咱们 反而少见多怪了 既然 他战书不怪 那就有劳大侠 跟陈儿说一声吧 嫂子 放心吧 好 伯母 告辞了 燕兄 怎么样 女娘 她同意了 同意了 是的 同意你和小倩 以兄妹相成 怎么 还不满意 没有 刚才 恰巧 战局人他们也在 他们现在能容忍小倩 已经是很不错了 好了 你的事办完了 我也就放心了 正好 我休息几天 回去把伤养好 燕兄 那我让洛尔去照顾照顾你 不必了 趁着天色还早 我得走了 燕兄 你都保重 过两天 我一定去看你 告辞 告辞 夫人 小倩回来了 回来了 娘 咱们家贴的这是什么呀 这是驱鬼用的符咒 鬼 那不是我们家闹鬼了 什么 这么快就回来了 是啊 没想到这么快就回来了 夫人说什么没有 夫人好像看到什么了 问我家里出什么事没有 我说没有 去 把官兵给我撤了 是 不 回来 老爷 告诉他们 明天 让他们都给我躲在暗处 是 老爷 您还有什么吩咐 那天晚上的事 对下人们都吩咐好了 交代清楚了 下去吧 是 夫人 老爷回来了 夫人 回来了 回来了 你先回去吧 是 老爷 你下去吧 夫人 这么快就回来了 欢儿要回来 我也没办法 他怎么样了 还是那样 每到一处 他不怎么说话 我缺了他半天 他也没什么表示 也不知道听没听进去 咱家闹鬼了 闹鬼 没有啊 这 那我看着好多地方 都贴着符咒呢 那是别人家闹鬼 咱也就贴了 还是小心点 谁啊 听说伯母回来了 小植过来 给伯母请安 他怎么还没走啊 赤凯 你伯母 你伯母刚刚回来 身体不适 你先回避一下 好 伯母就先休息吧 小植晚上 再给伯母请安 你为什么还不让他走啊 哎呀 夫人 我和他爹 那是这么多年的朋友 再说 他喜欢幻儿 这总不是什么坏事吧 哦 夫人 你们该在外面多待几天啊 每到一处 幻儿总是发呆 我怕他在外面 再有什么想不开的 我也管不了啊 啊 我知道你恨我 我知道你爹对你说了什么 我知道我怎么说 你都不会相信我 你还要什么好说的 没有 没有其他的说法 我总不能破坏 你和你父亲之间的感情吧 反正我没有剽怯别人的文章 你还说没有剽怯别人的文章 难道是我父母说谎吗 真相遇你 一生勇相守 有何人 你已时空等候 是否懒 是能分事千远 不知今生 不知今生 可长久 怕你的痴 怕你的爱 怕你的爱 愿在天 愿在天边 爱你的痴 爱你的爱 愿在天边 你都不能为了 弄啊 你也不知 有心 有心 你也不知 在天哪 你都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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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归与尘埃 只怕无法偿还你的爱 但愿深情万丈 能偏沧海 飘溪相伴永远不分开